哈喽大家好,我是头上有计较,大脑会思考的阿牛 视频开头做一个小调查 在这个世界上,你听说过的最大的谎言是什么 阿牛觉得是这样一句话 日本是中华文化的正统继承者 在一次世界汉学高峰研讨会上 日本学者腾经省三大放厥词 在座的汉学家们应该都听过这句话 唐朝文化在日本,明朝文化在韩国 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在千年来一直在流逝 并没有保存,保存下来的是经过驯化的文化 所以我认为对汉学的研究应该把中心放在日本、韩国 仔细一巴,发现把中国各个朝代的文化偷走的言论还有很多 阿牛总结了一下 下朝文化在埃及,商周文化在印度 秦汉文化在意大,魏晋文化在匈牙 唐朝文化在日本,宋朝文化在越南 元朝文化在蒙古,明朝文化在韩国 其中最离谱,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恐怕就是这句 唐朝文化在日本了,同意的请扣意 众所周知,唐朝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灿烂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是如今亿万国人的骄傲 怎么可能被另一个国家,日本,给继承了呢 事实上,所谓的唐朝文化在日本并不是空穴来风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如今很多唐朝相关的影视作品里面都有很多日本元素 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 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盛世大唐的景象 但剧中竟然出现了一个日式灯笼 经典和风款式,流行于江湖时代 距离剧中的天宝三年,已经过去一千年了 被网友诟病的还有剧中一位女子手持的两把团扇 居然也是日本的房舟团扇 成型时期也在江湖晚期 另外阿牛还发现该剧的古装造型师 其中一位也是日本人 徐克导演的敌人节系列 故事都发生在盛唐时期的东都洛阳 但这几部影片的日化问题也非常严重 剧照中的武则天与唐高宗的日式服装 场景概念图中的日式鸟居和钟楼 连敌人节办公的大理寺也彻底变成了日式建筑 电影《灭影娘》 故事背景设定在晚唐 但剧组在拍摄时 专门到日本取了许多古建筑作为外景 片方在宣发时也一直强调 为了还原大唐特地到日本取景 有较真的网友发现 影片中古建筑的细节 包括齐头昂 脚步平行员 格子窗 长压等都不是唐代的典型做法 很多完全是日本化的 基本上影视作品中涉及唐朝的场景 要不就是在国内影视城里搞仿日风格 要不就是直接去日本取景 真正能够尊重 并还原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的 恐怕只有王家卫一代宗室里 宫二奉道的场景 唐朝文化在日本 很大程度上是指唐朝古建筑在日本 如果时间倒流回一百年前的中国 这种现象还要严重得多 中国古建筑作为骨干的梁柱 一向以木为主 而木头本就不是不朽的物质 千余年的风雨波时 杜吃重穿 再加上历朝历代的人为破坏 民国时期 中国大陆基本上找不到唐朝遗存的 木质结构建筑 而日本建筑学家也发出嘲讽 想要看唐代建筑 就来京都和奈良吧 对于这样的观点 有不少中国建筑学家不服气 他们认为中国还有唐朝古建筑 而且一定要找到他们 梁思成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 曾经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他还是梁启超的长子 1931年918事变后 梁思成回到北京 当时他和林慧英 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难以避免 于是决定 在战争对古建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之前 尽可能的去勘测每一处古建筑 1932年梁思成的一位好友 偶然看到一张照片 上面是一座外表古怪的寺庙 清楚地写着 季县独乐死 激动不移的梁思成 走了80多公里的山路 找到了这座古建筑 但最后发现 这是一座始建于984年的 辽代建筑 和梁思成所执着追寻的唐朝建筑 相差百年 此后的四年里 梁思成陆续发现了 山西印象的辽代木塔 山西的广盛寺元代大殿等 但都不是唐代建筑 让阿牛感觉痛心的是 当时梁思成发现 山西广盛寺因为年久失修 僧侣们将大殿的壁画 钥匙佛 佛绘图 以1600银洋的价格 卖给了古董商 如今成为了 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正馆之宝 从1931年到1945年 梁思成和林徽英 两人走遍了中国的15个省 190多个县 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 很多古建筑 因此进入国人的视野 进而得到保护 不难想象 当时的条件有多么艰苦 三幅库鼠 1937年 梁思成再次获得了一个线索 他在敦煌图路中 看到了墨高窟61窟的 五台山图 壁画 画中的大佛光寺 很可能是唐代名刹 于是梁思成和林徽英 从太原出发 先搭乘汽车 再半路再换成罗马 沿着荒僻的山路 进入了五台山 并找到了佛光寺 这座寺庙坐落在 南台窦村镇 东北五公里的佛光山中 正殿高大雄伟 深远之处的屋檐 一望可知年代久远 店内有几寸厚的基层 踩在脚下像棉花一样 数百年来 可能都无人进入 当梁思成的手电筒 召现防几时 出现了恐怖的一幕 成百上千的蝙蝠 黑压压的飞起 散发出南门的晦气 经过细心的考证 梁思成发现 店内残存的小幅壁画 与敦煌石窟的唐代壁画 极为相似 而林徽英 在店内隐约的末迹中 辨识出一个人名 女弟子林公裕 在五台山佛光寺的重大发现 在1937年7月9日的 北京城报第五版 以粗体大字刊登 然而当时的人们 却无心关注这一发现 因为当时报纸的头版 是卢沟桥事变 但无论如何 梁思成和林徽英 发现了唐朝大佛光寺 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有力地回击了 日本建筑界的谬论 阿牛试想 如果梁思成先生 看到今天唐朝文化 在日本的现象和言论 大行其道 恐怕是非常痛心疾首的 日本整个继承了唐朝这些东西 咱想看唐朝建筑 就看日本建筑 简洁 日本建筑简洁 远比中国后来发展出 那种繁复的凋梁化度 要简洁多 其实咱们一点都不从而明白 那是唐朝的 高晓松在节目中 还经常谈及自己的母亲 张克群 也是研究古建筑的 她是梁思成先生的弟子 而且颇有民国才女 林徽英的风范 而高晓松的外公外婆 与梁思成林徽英夫妇 同是清华教授 而且两家还是门对门的邻居 正常人真的很难理解 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后辈 对中国古建筑和中国文化的理解 怎么差异这么大呢 日吹是怎么洗脑的 阿牛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无数中国人吹捧的寿司之神 和米饭之神 其实纯粹是玄学 很多我们小时候被传的 神乎其神的 日本人素质高的故事 其实都是人为独撰的 长期以来 人们对日本继承中华文化的误解 还有很多 茶道 日本文化的代表 日本人将它生移 日本茶道的源头 是中国的点茶法 当时只是中国很多种 平饮方式的一种 后来中国茶文化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舍弃了这种贵族们 繁复 琐碎的茶艺 向简约 繁普归珍的方向发展 喝茶 真正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所以日本继承了中国的茶文化 也是无稽之谈 生鱼片 日本料理的代表 还被认为是 现代健康饮食的典范 实际上 最早吃生鱼片的是中国人 而唐朝 就是食用生鱼片的高峰期 之后中国人之所以 不怎么吃生鱼片了 一方面是因为催距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 中国古代医药水平较高 《本草纲目》中就写道 鱼块肉生 损人犹甚 唐诗 日本人将其列入小学课本 去年疫情期间 日本圆滑物资上写的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就让人带了一波节奏 而真相是 在圆滑物资上写下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取悦无依 与子同长 青山一道 同云与明月合层 诗两乡 这些诗句的都不是日本人 而是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国际交流员和联络官 我们的历史长河里 中华文化是由无数个 小的侧面组成 并且不断变迁的 如果别人从中学到了 某一时期的某一个点 如建筑 服饰 饮食等 我们就克周求见地认为 真正的中华文化 在别人那里 那就太浅薄了 而且真正的唐朝文化 是九天昌和 开宫殿 万国衣冠 败免流的豪气和开放 历史上的唐都长安 仅朱雀大街的宽度 就有150米 这是国小地狭的岛国文明 学不会 也不可能学会的 日本在底蕴上 就决定了 他无法继承 唐朝文化的内核 所以唐朝文化不在日本 明朝文化也不在韩国 从任何二道贩子手里 能够得到的 只是一具 变质了几百年的文化遗孩 真正的大唐气象 文化瑰宝 中华正统 从来都是在我们这个 被不少人比弃的国家里 与其费大力气去日本的京都 耐凉 打卡拍照 不如去中国的山西转转 这里不只有煤炭 全国七成以上的古建筑 都在这里 光木购建筑 就有九千多座 与其花大价钱 去美国 英国的博物馆和艺术展参观 不如去北京 西安 南京 这些古都看看 这里有不要钱 只要身份证 就能参观的博物馆 诚然 我们很多的古建筑和文物被毁 日本对唐朝文化 保存的也很好 但我们该做的 不是去日本寻找唐朝文化 而是像梁思成先生那样 对存留下来的古文物 进行调查和保护 哪一件古代中国文物 堪称举世无双的国宝 弹幕里 可能有人会说 何是弊 也有人会说 是蓝亭集序的真迹 阿牛觉得 是距今60万年前的 北京猿人头盖骨 但遗憾的是 这件代表了中国人祖先的国宝 因为日本侵华 最终不翼而飞 从此成为一件百年悬案 目前仅有的资料是 1941年 北京人头盖骨 被移交给美国海军陆战队 同年12月5日 该部队锁成火车 从北京驶往青黄岛 但随后 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 日本军队俘虏了北京 天津等处的美国士兵 北京人头盖骨 从此下落不明 更加恋人遗憾和痛心的 是日本清华期间 对中国文物的摧残 焚烧 轰炸和疯狂掠夺 数量之巨 价值之高 在人类战争史上 实为罕见 我们都知道 被英国抢走 并存放在 大英博物馆的 中国文物很多 但和日本比起来 简直九牛一毛 当时 中国四分之三的 博物馆被摧毁 统计灾案的 古代建筑 损毁有741处 查明有据的 被劫遭毁 公司文物365万卷 书籍273万册 这还不包括 海量没有记录的 日本考古学者 还掠夺性 发掘了 北魏平城遗址 邯郸赵王城 齐国故城 屈府汉鲁灵光殿遗址 18纪念馆里 有这样一段结束语 当我们即将走出展厅 大概每个人的心中 都在滴血 而且每一滴血 似乎都凝固成 一串问号 日本帝国主义 何以敢对我 泱泱中华 举起涂刀 这里的每一幅图片 都是一串 铁打的事实 为何有人 至今不敢证实它 甚至歪曲它 篡改它 落后就要挨打 何以落后 这里的每一尊仪容 都在呐喊 这呐喊 告诉我们什么 是告诉我们 忘记英雄的民族 是堕落之邦 还是告诉我们 忘记苦难 苦难就会重叩国门 是告诉我们 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还是告诉我们 振兴中华 人人有责 勿忘国耻 谨忠常明 仅一本视频 纪念918事变 90周年 微信关注公众号 按钮独裁 获取完整版文稿 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918 可收到918一书试读版 看事变背后多层次 多方位的政治角力 感谢三连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